今天我们跟 Honda Malaysia 一起来到这一个 关旦四驾 HR-V Turbo 其实这一次试驾里面呢 也是有这个 RX 也就是 这个 E-HEV 的版本 但是 E-HEV 的版本之前我们在泰国试驾过了 差别不大 所以这一次的影片 我们就专注于涡轮版本 因为根据 Honda Malaysia 的数据 购买 Turbo 版本的消费者达到了 70%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H-R-V Turbo 是不是真的那么强 外观细节的部分 这一辆是 Hybrid 的版本 这一辆是 Turbo 的版本 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外观差别 如果是 Hybrid 的版本呢 它的这个头灯组呢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 Grill 是采用了这个镀铬 点撞式的材质 然后它的 Logo 是蓝色的 至于这个 Turbo 的版本 它的 Grill 则是 Piano Black 然后它的 Logo 也是一般的 Logo 然后下缘它也少了一点点的 Chrome 可是如果讲的外观部分呢 其实差别并不大 甚至连轮圈都一样 轮圈两个都是采用 18 吋的 你后期换轮胎的时候 那个费用就嘿嘿嘿 不过没有关系啦 这个爽就好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看这个 Turbo 的版本 不过 Turbo 的版本讲真的 你买到 V 我觉得就非常的足够了 因为其实讲真的 就除了以上我刚才讲的细节之外 它们的外观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差异 所以 而且这种东西是你后期可以改得到的 所以你买到 V 的话 你喜欢 RX 的外观设计 你去外面的 Warp Shop 你去外面的 Accessory 店 讲真的应该也做得到这样子的效果啦 OK 这一个 HRV V Spec 跟 RX 呢 它们配备的是 225 50 R SPA 的这个轮胎 品牌是 Continental 的 Ultra Contact UC 6 讲真的这个轮胎实际的效果还不错啦 而且它的悬吊这一次让我有 surprise 等一下试驾的时候会讲到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这个 LED 的头灯组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 Turbo 版 那一个是 Hybrid 版本 它们都是全 LED 的头灯组 但是只有这两个版本呢 它们的这个方向灯是序列式的 如果你是买到讲是这个 S 的 这个自然进行版本 或者是 E 的的入门 Turbo 版呢 它就不会有这个序列式的头灯组 其实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啦 来到车尾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 LED 光条的设计啦 而且它在点亮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个 3D 的视觉效果 这个真的是超级好看 而且这个连贯式的尾灯 就跟它们前面这个 GRIV 有一个 连贯式的那个东西很接近 我也蛮喜欢这个设计的啦 然后这边是双处的排气管 毕竟是 Turbo 嘛 不过如果你买到这个 RX 版本呢 它就是一个排气管而已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辆车 OK Turbo 版是没有 Power To Get 的 然后这个 Hybrid 版本才有 虽然讲你看数据的话 这一个尾箱比起上一代是小了 也确实是小了 但是实际上我这样的目测 OK 其实还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重点是 其实我们这辆车上面有三个人 它在昨天应付我们三个人的行李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三天两夜的行李啦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小家庭 甚至讲你是一个中等家庭的话 这个尾箱空间 基本上还是可以满足你的 然后你打开这个脏板 你可以看到下面还有一个全尺寸的备胎 不过这全尺寸的备胎只有这个 N-Air 或者是这个 Turbo 版本才有 旁边这个版本呢 它给你是打风机跟补胎机 其实是没有的 当然啦 做到 SUV 它也是有这个 以被倾倒的功能给你放置更大的物品 然后这一次 HR-V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很喜欢它这个脏板 这个脏板的 Design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而且你要收起来的时候也蛮方便的 这个设计贴心啊 如果你看你盖下来的话哦 哎呀 有点重 它就是这样子 你根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很贴心的 Design OK 啦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 Engine 这个 Engine 是我们手机的1.5 公升 VTEC Turbo 引擎 这一次真的有 VTEC 啊 上一代这个 Series FC 的 Engine 是没有 VTEC 的 但是这一代有了 但是我忘记它是近期是 VTEC 还是排期是 VTEC 但是没有关系 有 VTEC 就对了 然后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81 PS 峰值流量表现 240 Nm 基本上跟这个 Series F1 是一样的 官方公布它的数据 它的 0 到 100 加速是 8.7 秒 老实话 这个数据也看起来哦 在这一个 V Segment 的车款里面 好像没有很出色是不是 因为它隔壁加的那一个好像有 100 都 7.9 秒了 但是以我们之前在实际在 Serbank 试驾它的 0 到 100 的成绩 其实我相信这个 HR-V Turbo 可能还会更快一点点 所以这个 0 到 100 数据大家就参考看看就好 然后除此之外它匹配的变速箱是 CVT 变速箱 然后在这边旁边的就是这个 IMD 的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31 PS 峰值流量表现 253 Nm 它的引擎动力配置基本上跟这个 City RX 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马力高一点 官方的 0 到 100 数据是 10.6 秒 OK 虽然你看到感觉它慢是不是 但是其实根据一些外国媒体测试 它们可以知道这辆车的 0 到 100 是 8.5 秒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天气的因素啦 当然这辆车的油耗会更出色 但是这辆车的油耗其实也不差 OK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内装设计啦 OK 这个内装设计的部分 讲真的 其实这辆车是沿用 City 的平台打造 所以它们的内装设计有蛮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因为这辆车的价钱也更高一点 所以它的这个用料还是比较舍得的 例如讲这边这个是软质的塑胶 然后门板这边也是软质的塑胶 软质的塑胶 软质的塑胶 所以其实整体的质感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全新的方向盘我个人也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是 Honda 所有车款里面 最美的方向盘 不接受反驳 然后而且这个功能使用快捷键也非常的多 这个设计其实跟这个 City 也不大一样啦 当然这个触屏主机很多人吐槽讲它是电视机 这样子看的话是有点明显 但是 I don't care 讲真的 Toyota 的 Design 我都能够接受 这个 Design 算什么 我觉得这个 Design 比 Toyota 的好看很多啦 只是尺寸可能小一点 因为 Toyota 那个 9 吋 这个是 8 吋 但是使用起来流畅度还是 OK 的 可以看看 OK 这个有 App 然后这边 基本上它的功能都跟我们之前拍过的 City 一样啦 然后它这个冷气旋流也是一样的 而且质感也是非常的好 这个我喜欢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Honda 的置物空间表现 根本都不需要担心 你看这边有个很深的手机置放格 然后这边有个很深的空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 12 伏电源供应 这边有 USB 两个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放水的位置 你可以看 所以 Honda 的空间应用真的是不用担心 然后这边有一个 HRV 首次出现的 这个驾驶模式切换模式 然后还有这个陡坡缓降辅助 电子手刹车跟这一个 Auto Hold 这个电子手刹车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然后再来看这个仪表 这个仪表其实也是我们熟悉的啦 这个半数一块仪表 7 吋 然后另外一边是传统之针 可以显示的资讯其实也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切换 显示资讯很多都很清晰 不会有反光的效果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个特色功能 就是这个冷气出风口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其实有三段式的 这一段是吹你自己 这一段是可以给这个风分散一点 你就不会那么冷 然后你车辆的这个冷气旋转也更好 然后在下面的一段就是直接关掉 这个功能我自己觉得很贴心一下 像我这样子很怕冷 就像我拍City Video的时候 我就讲我是一个很怕冷的人 如果讲我怕冷的情况下 我的乘客需要冷气 那么我就调去最上面 那么他们就可以享受到很好的冷气了 是不是很出色 然后当然门版这边也有非常多的置物空间 我这个City的空间表现 你真的是不需要担心 然后以座椅的方面我换一个镜头跟大家讲 OK 现在这个就是我的标准坐姿啦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个它的座椅支撑的表现 跟这个City并没有差太多 支撑还是蛮到位的 这个这一次这个HONTA的座椅设计 我基本上我都是蛮喜欢的 你可以看到很软 然后有透漆皮 然后我坐起来的感觉也很好 所以我从这一个KL驾车驾到观蛋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做的还蛮舒服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座 OK 这个后座空间的表现我觉得也是超级超级的爽 OK 这边有一个置杯架 这边有个零钱置物格 然后这边这个中央扶手放下来还有两个置杯架 然后这边还有放东西的地方 你看一下这个HONTA是多么厉害设计这种置物空间 然后这边有冷气出风口你也可以关掉 如果讲真的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我对比上一代车型可能有一点点的小 但是讲真的 上一代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了 所以我觉得缩小一点点不构成影响 因为讲真的这台车 嗯 它的空间表现我觉得 给我啦是足够了 如果你觉得 你对这个空间表现有什么疑问的话 或者你有什么看法的话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然后这边中央股前面积也比较小 所以坐中间没有什么很辛苦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后座的座椅设定 有三个独立的头枕 OK这个真的是加分的选项 然后这个中间的3.4安全带是在这边 还有一点进步就是 它的这个阅读灯终于变成LED了 不再次黄灯 哇这个我很开心 然后这个座椅我其实昨天也是有坐下后面 讲真的我坐后面是可以睡觉的 呃只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压迫感会比较重点 给大家看一下啊 OK这个就是我坐在HRV后座的这个头部压迫感的表现 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类Coupé SUV的设计 所以它这个吸皮热的过度是比较圆润一点 所以导致了头部空间被压缩 当然你坐鞋一点其实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坐鞋一点的话你的大腿就没有什么支撑 所以这个是要取舍 但是也有一点啊 因为我的身高是180亿 所以可能因为我的身高关系 所以我会有这样子问题 如果讲你的身高没有我这样子的高度的话 可能就不会遇到这一个问题啦 OK接下来我们直接去试驾 这个简短试驾 大家一定要看哦 现在我们试驾的这个是HRV的TURBO版本 因为之前在泰国试驾了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所以这一次我就focus在这个涡轮增加版本啊 因为毕竟涡轮增加版 根据Honda Malaysia 的数据 买HRV 的人有70%是买TURBO的 OK所以相信更多人在意这个TURBO 然后现在我们是从这个BATANGALI的小路上云丁 其实在我之前很多的影片我都是走BATANGALI路上云丁 因为这边的路真的很有挑战性 然后也很难跑 所以我就以这个路来讲一讲这个新的HRV 首先底盘的部分我还是很喜欢它的底盘 因为虽然讲它还是用跟上一代HRV一样的底盘 但是呢它们在很多的细节上面 上面也像是悬吊啊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suspension and mounting等等处 然后甚至是焊接点都进行了加强 所以现在这个新一代的HRV 整个底盘整个悬吊变得非常的solid 上一代的HRV是好开 但是偶尔你会觉得底盘还是有点松散 可是这一代完全就是很solid 然后它的悬吊支撑也非常的足够 我现在现在开在这个BATANGALI路 其实这边的路并没有太美 我的时速大概是80左右 可以感受到悬吊传来的路管其实还是非常的明显啊 有一点微微的震动 这样子的设定可能会影响到车内乘客的舒适性 尤其是后座 后座弹调会比较明显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driver的话 你会很enjoy这样子的驾驶感受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喜欢SUV的人 但是这台车我驾到是很爽的 我很喜欢这台车的调性 然后原厂也有表示他们在这个steering的部分 也有进行重新的调校 换了新的马达 让它转起来更smooth 所以这个方向盘转起来 确实有一种豪华车才有的高级感 这种感受有点难讲 有点难去解释 但是真的是开过才会知道 然后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 就是在HRV 发布之后 很多人就会讲 Corolla Cross 是C Segment 的底盘 然后这个HRV 是B Segment 的底盘 为什么一样价钱不去拿Corolla Cross呢 在这边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车子你要试驾过后 你才会知道这个HRV 的底盘有多出色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还在犹豫的话 我个人是建议你去试驾下这个车 你就会知道它们到底差异在哪里 我完全不觉得这个HRV 的底盘 会输给Corolla Cross 甚至在某一些方面 我觉得它更出色 OK 接下来就要讲的是引擎 这个引擎基本上它的输出 跟这个CV 是一样的 181PS 然后240Nm 所以其实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底盘 所以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动力表现 上云顶轻轻松松 看现在已经90了 不过呢原厂也是有表示 这个引擎它们并不是为了 Sport 它们会让它的调校更接近自然进气的引擎 其实我一路开下来 这个 Engine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Smooth 然后其实也没有太多的 Turbo Leg 开起来是真的很像自然进行轻 但是当你要提速 当你身材油门的时候 你油门一下去 那个动力就砰一下出来 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 Engine 动力配置的地方 不过也讲老实话 它的这个 Turbo 感 这个贴背感 是没有 Civic 那么强 所以如果你是 expect 它有 Civic 这样子的表现 那么你可能会失望 但是如果你是要一个很顺畅 很好开 然后动力不错的 HR-V 这个 HR-V 的动力表现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我自己就是喜欢这样的设定 因为我不喜欢太过有贴背感的 Turbo 感觉 然后这一辆车 这个调校 其实我第一次开这个 HR-V Turbo 啦 它让我真的是有 surprise 还蛮喜欢一下的 然后重点是 这个引擎搭配这个悬吊这个底盘 我觉得它是可能是带来的这个驾驶乐趣 是上一代的 HR-V 比不到的 然后这个驾驶乐趣 也会比起 Corolla Cross 优秀一点点 这个是我的个人心得啦 OK 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 Honda HR-V 的 Vlog 因为这个是试驾活动 所以没办法讲得太详细 跟之前一样啦 如果大家有 Follow 我们频道 知道我们是个试驾活动的影片 会比较仓促一点 但是我把我能够体验到的东西都跟大家讲了 我相信以后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详细的东西 你觉得这个 VTEC Turbo 的 HR-V 怎么样 讲真的 如果以马力来讲 它是马来西亚市场最强动力的 V7 SUV 了 所以它卖得那么好是有原因的 Hooking 已经 3 万了喔 OK 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